七毒火車站裡面擠滿排隊等待健康篩檢的民眾 可見民眾對於了解自己健康檢查的重視 這麼多這邊區民來這邊參加健康檢查 也非常感謝市長市議員的努力 讓我們有這麼好的活動 希望這個活動能夠辦下去 感謝基隆市政府辦理健康檢查 讓我們能知道身體是否有提出意外的狀況 也感謝張耿輝議員幫我們爭取這項服務 更感謝我們七毒區衛生所熱心的服務 隨著新冠肺炎疫情逐漸解封 基隆市政府也恢復社區和家歡健康篩檢活動 小愛爸爸基隆市長謝國良和基隆市議員張耿輝非常重視 也在七毒區公所區長彭吉安和七毒區衛生所護理長曾明珠 以及消防局第二大隊大隊長向永才等人陪同下 周日親自到七毒火車站關心七毒區第一場健康篩檢辦理的情況 這場健康篩檢活動也吸引非常多的民眾踴躍參加 今天很高興來到我們影響醫院跟市政府合作的合家歡健檢 看到很多市民朋友為了我們的身體健康來做一些身體檢查 那祝大家在這個有一個禮拜的周末 身體健康是我們的市民朋友最重要的資產 我們會一起來努力受祝大家的健康 也感謝我們張耿輝議員和我們的省府團隊 大家一起來努力來完成這件事情 此次我們的合家歡篩檢這個工作 然後我也感謝我們議會的我們的同仁還有市政府全力的支持 尤其我們小愛爸爸先管上任以後特別的重視我們這個市民的健康 因為健康就是我們的財務 所以說我也肯定我們縣市長上任以後特別的重視我們市民的健康 尤其我更要感謝我們這次的承包 承包到了我們我們家篩檢工作的我們能詳意願的所有團隊 我們也提起我們市民好好地保重自己的身體 因為有健康的身體才是最重要的 張耿輝議員指出今年社區合家歡健康篩檢活動 進到社區篩檢的項目由仁祥診所負責 張耿輝也特地準備多箱礦泉水在現場 發放給參加篩檢的民眾 鼓勵大家多喝水也適時補充水分 記者吳俊松 基隆報導 好